注意看,这就是农村大名鼎鼎的活血草 这期视频千万别错过,它的价值可厉害了 香肩无咸草,认识就是宝 大家好,我是香香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种非常珍贵的植物 它的价值可厉害了 大家过来看一下 你看就是这个植物啊 从外观上看上去是不是很特别啊 都是当珠从土里面冒出来,不会分枝的 这个草呢,如果不认识它的人呢 肯定就把它当做杂草了 殊不知啊,它的价值可高了 在网上呢,这个晒干的新秀菜啊 可以卖到30元一斤啊 大家来看一下它的特征 你看,它的叶片呢,是这种披增型的 然后背面跟镜杆呢,是这种纸红色的 其实啊,这植物啊 它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中草油哦 全草均可入药,价值啊,非常的珍贵 现在啊,我挖一颗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这么小一颗的新秀菜啊 它的根茎居然有这么多,这么发达的根系啊 它最大的价值呢,就在于它的根茎了 大家看,这个根茎的表面上红红的 难怪啊,大家称它为红根草啊 在我们当地呢,有经验的老人啊 会去友爱挖这个新秀菜呢,拿去煮水 价值啊,是非常大的 号称活血草 朋友们,估计啊,你的家乡也有这种植物哦 它在田梗边荒地啊,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乡间无险草,认识就是宝 下次啊,如果在田间地头看见的 千万不要再把它当做杂草了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 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